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建华控制的商业帝国的计划似乎已经加快步伐 前明天集团董事会秘书温英杰在过去三年接受调查后 于6月未经审判获释 三名独立消息人士告诉南华早报 据三位消息人士透露 温英杰的贪污贿赂指控被撤销 温英杰是中国大亨肖建华的高级助手 由于案件的敏感性 所有人都不愿意透露姓名 南华早报也无法联系到温英杰本人 中国金融业监管机构 对明天系解体进展情况做出积极评估 有关温英杰的消息随即传出 这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 结束对肖建华的调查 一位了解事件发展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 温的无罪或是 可能会为肖建华的命运 开辟一个新的选择 尽管他仍可能面临被起诉 消息人士称最好的情况是 在明天集团完成所需的资产处置后 肖建华可能会被 以与温英杰相似的方式对待 中国银保监在6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明天集团已出售其在十多家金融机构的持股 这是国家强制剥离资产以降低金融风险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银保监还确认 明天集团仍持有股份的金融机构 处于稳定状态 鉴于各方的努力 明天集团的整体风险已经逐渐得到控制 监管机构在6月9日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 自从肖建华于2017年初返回中国大陆以来 这是该监管机构首次披露有关该集团资产处置的信息 由明天集团控股的内蒙古包商银行 于今年5月被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接管 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其日常运营责任 以保护客户和存款人的利益 根据6月初中国央行的一份声明 明天集团持有该银行的89%的股权 尽管银行的披露文件没有透露真正的所有权绝构 监管机构表示 明天集团长期滥用银行的资金造成信贷危机 通过使用代理如包商银行案例中的那样 明天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 直接或间接控制着数十家中国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这对北京眼中的中国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 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以及2016年资本外逃 进一步使北京相信它必须限制本国的私人大亨 并削弱其负债累累的帝国的杠杆率 其中包括受王健林控制的大连万达集团 吴小辉控制的安邦保险集团 以及陈锋和王健控制下的海航集团 总部位于北京的明天集团创始人肖建华 于2017年1月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离开香港 从那时起肖建华就没有公开露面 也没有中国政府机构发布有关明天集团创始人的任何信息 南华早报在2018年9月报道说 肖建华可能很快就会在上海接受审判 然而由于资产处置过程的复杂化 这个日程被推迟了 据肖建华写于2019年2月的一封信显示 肖建华说他很高兴看到资产处置 没有导致破产 没有大规模的裁员 也没有公开的公众事件 在致中国调查人员监管机构及前助手的信中 肖建华严厉批评那些试图从资产处置过程中获利的人 并指责他们违反职业道德 前安邦董事长吴小辉在2018年5月被判处18年徒刑 原因是欺诈和挪用公款罪 并被没收105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8日发布新闻稿指出 美国国务院批准受台108辆M1A2战车与相关设备 价值约20亿美元 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 这项严你的军售案将有助于提升 指台湾军队现代化 以及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 如此也有助于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 新闻稿写道 严你的军售案有助于提升 接收方的安全 也有助于维持该区域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与经济进步 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 这项军售案出售的设备与支援服务 不会改变区域的军事平衡 此外DSCA发布的另一则新闻稿宣布 国务院批准受台250枚次针防空飞弹与相关设备 估计金额约为2.24亿美元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于11日至22日率团出访 期间将过境美国两次 计划出炉以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弹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中国三峡大坝被谷歌卫星拍到变形的消息 最近在中国网络管位流传 引发中下游民众对溃坝的担忧 中国中心社等官媒先是辟谣 说是Google卫星图场景出现偏差 后来又改口承认有变形 但是强调坝体变形是处于弹性的状态 其实一切正常 在相关的解释引发质疑之际 三峡大瀑布景区发布紧急停业通知 再度引发了各界的猜想 据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已故教授黄万里生前曾经预言 兴建三峡大坝将带来十二灾 其中前十一项均已应验 仅剩最后一项最终可能会被迫炸掉 恐怕也将会成真 中国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认为 当局宣称大坝有防洪 发电和航运三大效益 其实防洪作用有限 航运因泥沙淤积也大打折扣 唯一真正的优点就是发电 从另一角度来看 大坝对库区的地质气候等有负面的影响 库区百万人必须移居 有专家认为一旦发生战争 三峡大坝将成为战方或恐怖分子的目标 大坝一旦溃低至少五亿人死伤 半个中国将生灵涂炭 只是在时任总理李鹏支持下 全国人大于1992年3月 已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汽全664票 罕有的情况下通过三峡大坝上马 2003年三峡工程完工 至今16年除发电功能之外 库区问题百出 包括当地微小地震明显增多 不时出现土石流等 令当局头痛不已 三峡大坝将导致12种灾难性的后果 包括 一长江下游干地霸案 二阻碍航运 三移民问题 四泥沙淤积问题 五水质恶化 六发电量不足 七气候异常 八地震频繁 九吸血虫病蔓延 十生态恶化 十一上游水患严重 十二中将被迫炸掉 据中央社的报道 事实上 在三峡大坝尚未竣工之前 长江湖南段的干地 已经发生崩岸的情形 三峡堵船问题 则自2014年起广受关注 许多船只无法通过三峡船闸 滞留三峡江段 但官方却无计可施 除了兴建时 强迫百万移民迁离之外 许多的居民在迁居高处之后 却因地质灾害 可能被迫再度的迁移 另外长江的自然调节 水系平衡能力 都遭三峡大坝破坏 导致气候异常 地震频传 水质及生态恶化 在水流变缓之后 血溪虫病也随着传染媒介 丁罗从库区蔓延向外扩散 目前前十一项预言均已应验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三峡大坝没毛病 百分百的假新闻 一个通过对比三峡大坝 近年来卫星图像的视频 得出中国这个试剂工程 已处于崩溃状态 激起了民众的忧虑和讨论 德国水利专家指出 相关视频制作非常外行 是赤裸裸的假新闻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近日曾经引起过广泛质疑和关注的 试剂工程三峡大坝 再次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日前一个据称是日本地质专家 海亚士对三峡大坝历年图像进行比对 通过分析发现三峡大坝严重变形 处于极其危险状态的视频 在微信、推特等中国内外社交媒体上 得到广泛传播 视频中据称是日本地质专家的解说者 拿出三峡大坝2009年3月 和2018年2月的卫星图片进行比较 指出三峡大坝原本是一条直线 但从最新的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出 坝体2018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形 除了从卫星照片上 坝体本身的变形来分析以外 相关视频的制作者 在三峡大坝卫星照片上 选取大坝附近的两条道路为基准点 用一条直线连接 通过对2009年和2018年的照片对比 制作者得出了大坝主体 在向下游移动了约40米的结论 并由此判断三峡大坝已经处在崩溃状态 在德国亚称工业大学的水利工程专家 飞岩博士看来 相关视频制作的非常外行 最关键的是 视频中三峡大坝卫星照片的拍摄角度为斜角 而不是水利工程专业领域 更具专业性的垂直航拍 在斜角拍摄的情况下 完全无法精准判断大坝的变形或位移状况 飞岩向德国之声表示 一般来说做出精准判断的依据 是根据航拍提供的素材 创建数字化的地貌模型 这种模型会考虑到包括地球表面弯曲 等在内的一系列关键因素 简单来说 所谓的日本地质专家 在相关视频中使用的方法 完全谈不上科学严谨 里面所说的大坝发生了41米的位移 在实际情况中 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飞岩表示 相关视频流出后 立即引发了中文社交媒体上的广泛讨论 也有民众表示 视频中的说法太夸张 40米的位移 应该已经导致坝体出现大范围裂缝 相关视频中显示的卫星图片 是谷歌地图常见的扭曲 卫星图拼接有误差 应该在完全相同条件下拍摄的卫星图像中 找测量的基准点 也有网民表态称 看过NHK纪录片的人 都会对日本人的认真言己 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专家都说极其危险了 那看来就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消息传出后不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官方微博账号 发布了一张高分6号卫星拍摄到的 三峡大坝的照片 并闭谣称 亲测三峡大坝没毛病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国三峡集团通过其微信公众号 三峡小微 发表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的意见称 三峡大坝2006年全线挡水以来 工程运行安全可靠 大坝变形方面 蓄水前后坝基位移变化多在1毫米以内 坝顶上下游方向水平位移在-1.82毫米到28.7毫米之间 同时三峡集团的质检专家也公开承认大坝主体确实会变形 指出大坝主要受水位和温度影响成周期性变化 一般每年冬季向下游位移 夏季向上游位移 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分布与坝高相关 表现为核床中间大两岸逐渐减小 相关专家强调这种位移符合重力霸变形规律 霸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 各项指标均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中国官方媒体的上述两种表态 引发了舆论的进一步质疑 有网民问道到底有没有变形 一会谷歌地图是拼接的硬核回击 两天不到间接承认变形 第一次为啥不承认 就此德国亚称工业大学的水利专家飞檐表示 一座水坝永远处于运动的状态 产生变形完全是正常的事情 气温水位等外部因素都会造成大坝主体变形 最重要的是大坝建成蓄水最开始的那几年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工程人员会仔细观察大坝的各项技术指标 对于曾经亲自拜访过三峡大坝施工现场的 这位德国水利专家来说 三峡大坝耸立多年都没有出现险情 证明这座大坝已经经受过了最严格的考验 三峡集团公布的坝顶上下游方向的水平 在-1.82毫米到28.7毫米之间的位移 在飞檐看来也处在不值得一提的正常范围内 他补充称 现代任何一座摩天大楼的变形程度 都比这个要大得多 另外飞檐还指出决定一座水坝所承受的压力高低的决定因素就是高度 从全球各地的水坝高度排行榜来说 三峡大坝虽然长度很长 但从高度上来说绝对不算是排名靠前的 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 在水利工程领域中 这种纵切面为三角形的重力坝是抗压能力最强的一种大坝结构 而且工程人员之前就能够精确计算出大坝主体需要所承受压力的程度 当年他在拜访三峡大坝的工地时 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建造违规或质量问题 如今流传于中国网络的有关三峡大坝即将崩溃的视频 在这位德国水利专家眼里是赤裸裸的讲新闻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中美谈判代表本周将通电话重启谈判 来自中美两国的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本周将会通话 重启此前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 然而对先前承诺和政治考虑的分歧 可能会使讨论陷入困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六月在日本大坊召开的二十国会议之上 正式恢复了会谈 然而熟悉该过程的人士指出 两个月之前使得谈判陷入困境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面对他们的难点有 美国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业和工业产品 并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而中国坚持要求美国取消 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 美国企业研究所智库的长处学者石剑道表示 一方或另一方总是可以屈服 然后谈判可以很快结束 但除此之外 大阪会议只是限制冲突升级 而非冲突解决方案 一名美国官员对报导表示 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内的各方高级官员 本周将会通过电话会谈 而如果会谈成功 下一步可能会在北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布莱恩特表示 我们希望双方尽快能够走进谈判座对话 但是每一方都必须考虑自己的政治环境 并且在迅速达成协议方面存在障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 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将达成一项以原则为基础的协议 但中国的购买将会如何进行 需要后续的详细谈判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造无人机要没戏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马上出台 美国国会议员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军方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此举可能提振缺乏竞争能力的 美国无人机生产商的前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将禁止中国无人机用于军事用途 原因是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 该国对中国无人机的依赖 可能会危及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 他们担心无人机会将信息传回中国政府 或其他地方的黑客 用于实施网络攻击或其他违法行为 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将禁用外国无人机 该版本预计将在本月进行表决 华尔街的报道说 美国拥有能够进行远距离飞行 并执行复杂任务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的价格达百万美元 除此之外 美国还依赖更小更灵活的无人机 用于监控训练或其他用途 五角大楼去年禁止在能够确定如何降低安全风险之前 购买商用成品无人机 例如使用无人机对军事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进行侦查时的风险 军事部门可申请豁免 一位国防部代表不愿透露已授予豁免的数量 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6月26日发布在一个联邦承包服务网站上的帖子称 计划购买数十架由中国深圳市大疆创新生产的无人机 用于基地巡逻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官员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1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警告 国土安全部认为大疆创新正在有选择的 针对一些领域的政府和私营实体 以便扩大收集和利用敏感的美国数据的能力 报道表示 大疆创新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生产商 该公司反驳了上述说法 该公司表示 其生产的一些无人机可被修改 以防将数据传回该公司或上网 中国政府从未要求获得大疆创新拥有的数据 该公司高管还提到了美国内政部 上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 大疆创新的无人机符合内政部的安全标准 大疆创新北美业务副总裁兼地区经理雷贝洛说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 我们的处境艰难 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产生就技术本身而言 讲得通也可能讲不通的题 大疆创新最近宣布 计划让加州Threaters的一座工厂 开始组装其无人机 以服务美国市场 据纽约巴德学院无人机研究中心 美国军方一直在扩大小型无人机库存 该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去年国防预算中包括了大约2.8亿美元 用于采购小型无人机的预算 足够购买3000多架小型无人机 相比之下 前一年这方面的预算数字为8900万美元 该研究中心的联席主管格廷杰说 我们处在一个增长的时代 它指的是国防部对小型便携式无人机的需求 雷贝洛表示 大疆创新不知道有多少架无人机 最终到了美国军方手上 因为军方是通过转销商采购的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等 支持美国国防部禁令的国会议员表示 这一禁令还将阻止州级和地方机构 包括警察部队 以及那些使用无人机 对设施和作业进行监控的建筑 交通运输和能源公司采购中国的无人机 竞争对手难以比美的大疆创新的价格 而价格是促销消费者乃至拥有更高预算的执法机构 和工业买家选择较简单的低成本型 放弃热项仪和夜市等功能的一个因素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大新闻 今天事件惊人之雨 多人互动 放马交锋 请锁定明镜伙拍YouTube频道 有位时间每晚九点 北京时间每早九点 每天都有新节目 每周都有新嘉宾 今天大新闻 一周七天 每天不放过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香港人因为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 持续抗议和示威 而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人之一 莫过于决定站出来 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香港明星 其中 见报章最为频繁的莫过于乐语歌手何韵诗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五年前何韵诗冒了极大的风险 赚出来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许多人认为 这么做 他简直是放置自己的事业前程而不顾 的确因为政治立场 他被禁止到中国大陆进行商演活动 根据何韵诗的说法 其中一些行动包括禁止表演 将他的歌曲重串流媒体下架等等 何韵诗说他因此年收入损失了几十万美金 而曾经的何韵诗在中国大陆人气颇高 2014年何韵诗在大陆举办了过百场的演唱会 上周在一些年轻抗议者占领香港立法会的时候 何韵诗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走出了和平游行队伍 并且加入了为立法会占领学生而欢呼的人群 那天在午夜过后 几百名的防暴警察进入立法会 疏散抗议者 而何韵诗当时还在现场 据报道 何韵诗不久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 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为了人民被赋予的权利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还说这些人大多数保持沉默 而这让人非常沮丧 当然也让人感到孤独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何韵诗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参加游行示威 他还有积极在各大平台表明自己的立场 比方说他在奥斯陆自由论坛发表演讲的时候 写过专栏还接受采访 而就在今天 他刚刚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 但是他的演讲并不太顺利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他在发言仅仅30秒之后 就遭到了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青年外交官 戴德茂随即打断 对方称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将香港和中国并列是违反联合国宪章 要求大会裁决 随后在副主席提醒何韵诗要留意有关原则之后 他才继续发言 而整个演讲过程下来 他一共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打断了两次 不久之前 何韵诗在集会上面对数千名的抗议者讲话 说选择发声其实一直以来让他感到释放 他还鼓励抗议者不要惧怕 要坚持抗争 他说我们要学会将短期抗议变成长期抗议 我们要学会将抵抗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但并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有选择与示威者站到一起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那些对于事业越来越依赖大陆市场的人来讲 有的会选择支持北京 还因此得到了示意上的回报 而除了何韵诗在2014年 因为参加过雨伞运动而被列入政府黑名单的 还包括周润发和梁朝伟 最近跟何韵诗持一样政治立场的 还有演员黄秋生和粤语歌手黄耀明 最近香港演员歌手杨千华 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 发表了一张带有字样RIP的图片 让一些粉丝以为 这是在致敬上个月从高处坠亡的抗议者 但是后来杨千华删出了帖子 并没有做出解释 还让一些粉丝指责 认为他是屈服于大陆的压力 而除此之外 面临着相似境遇的 还有香港演员舍士曼 他曾经给一张反送中的游行图片点赞 被发现之后也受到了来自网民的攻击 后来舍士曼道歉并且解释说 当我后来发现这个图片的内容 我十分震惊 我本人爱国爱港 当然也有香港明星站在另一个立场 比方说演员梁家辉就公开支持处置示威者的香港警方 尽管他们使用了暴力 梁家辉在一场支持警方的集会上面提到 今天我们为什么站出来 其实对公众人物有些危险 但是我们不是讲政治 我们讲正义 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国际上都颇受欢迎的演员成龙 上个月在台湾宣传新专辑的时候 当时重视几十万的香港民众上街游行事件过去 仅仅几天 成龙当时候被问及对示威活动的看法 并且表示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最近几周在反送中系列活动之中 香港艺人已经甚少公开露面 而这与1989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时候香港仍然是英国殖民地 处于娱乐发展的巅峰期 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不大 也不太吸引 而如今随着大陆娱乐发展到了环境时期 形势也已经跟着被逆转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据路透社的报道 瑞士7月8日公布的文件显示 美国要求瑞士引渡一位被指控窃取全球主要医药公司 葛兰素史克价值5亿多美元商业机密的中国研究人员 据瑞士联邦刑事法庭裁决 由于49岁的薛公达有逃逸的风险 因此需要继续拘押 等待对他引渡要求 最后结果 在瑞士居住了18年的薛公达 今年5月被捕 瑞士当局在考虑美国的引渡要求 薛公达则反对被引渡到美国 瑞士法院在拒绝释放薛公达的时候说道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20年的监禁 我们确定他有潜逃的风险 路透社报道 目前格兰素史克与瑞士都在与美国当局合作 这也再次引发了全球对中国利用在海外的关系网 窃取知识产权的担忧 路透社报道 薛公达是一名入籍18年的瑞士居民 到2014年前一直为瑞士的弗里德里西密舍尔生物医药研究所从事生物医药的研究 是美国华裔科学家薛瑜的哥哥 薛瑜被指控从美国制药巨头格兰素史克GSK 窃取价值5.5亿美元商业机密并出售给中国 薛瑜去年8月在美国宾州法院认罪 美国的起诉书表示薛公达从薛宇处获得制药商业机密之后 在所在的实验室进行试验 并将结果交给在中国的同谋 这个阴谋涉及在中国设立一家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 认诺药业并将生产的药物推入市场 检察官写道GSK投入了超过20年的时间和数亿美元 而通过窃取商业机密 认诺药业就可以省掉这些时间和精力 检察官将案件称为经济战 并补充说该中国集团有利润的动机 并希望以高达2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认诺药业 而薛公达的妹妹薛宇目前在等待法庭的判决 最高可判刑10年及高额的罚款 薛宇是全球顶尖蛋白质生物化学家之一 到2016年之前 曾经在葛兰苏史克位于费城郊区的研究机构 工作约为10年成为了一名高级经理 薛宇将GSK的机密信息下载 并发给同谋或其他人 这些信息包括有关具体癌症药物的研究 薛宇与其他4人合作 包括两名在中国境内的人士 这些人都遭到了美国的指控 2016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起诉5名华人 窃取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商业机密 并且经过一家名为认诺药业的公司 转售到中国 一名美国政府证人估计被盗的秘密价值超过5.5亿美元 被起诉的包括宾州居民薛宇 北卡莱罗那居民薛天 加利福尼亚州居民席露 以及来自中国南京的李涛和梅燕 其中薛天是薛宇的孪生姐妹 席露和梅燕是夫妻 薛宇去年9月份在费城联邦法庭就一项共谋罪向联邦检察官认罪 根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声明 薛宇和李涛 梅燕等人在中国南京创办的认诺药业有限公司 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 研究和开发抗癌药物 声称将在几年之内推出第一批产品 创造利润过亿元 文件显示薛宇将葛兰素史克 研发的癌症药物机密 用电邮发给李涛和梅燕 图毛在中国将生产的药物推入市场 美国政府的律师说 任诺药业有限公司通过盗窃 省下了昂贵的药品研发费用 而葛兰素史克 投入了超过20年的工作和数亿美元 检察官写道 通过盗窃 认诺药业 避免了同样的时间和费用 美国联邦检察官还表示 知识产权是像葛兰素史克 这样的医药公司的生命线 当耗费数十亿美元研发的商业机密 被盗取转给其他国家时 这意味着美国将失去数以千计的就业 这不仅是犯罪 更是对美国的商业战争行为 路透社分析 这也让全球更加的担忧 华裔科学家向中国政府 走私商业秘密的现象 感谢您收看明镜焦点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 是不寻常为疑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轻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字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 一直陪伴您的明镜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着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以借装进点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路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投赞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平静如海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 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